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国加州的佟光辉律师 那么以下来给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那么在美国这个国税局 推出了所谓的肥卡条款 FAT卡 也就是针对于美国绿卡或美国公民人士 在海外如果有一些资产的话 那么该怎么样来遵守这样法律的规定 那么避免被处罚 那么所谓的海外资产呢 它针对对象是美国绿卡或美国公民人士 那么在美国境外的地区 那么拥有以下的三种资产 我先讲一下是不包括不包括不动产 所以有不动产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包括以下的 比方说现金存款 这个不论是定期的 或者是一般的储蓄存款 这是一种 或者是有现金值的人寿保险 那在台湾的话 有很多的所谓的储蓄人寿 这是其中的一类 第三类呢 也比较会被追查到的呢 是公司的股票 有价证券 这一类的 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这种可以流通性的股票 那么这三类资产呢 基本上来讲 要对美国国税局来申报 但是也不是说 所有的都要申报 它有两种规定 一个呢 是一个额抗超过一万美金的就要申报 这是一类的申报 这不是美国的所谓的肥卡条款 这是本来早就有的 另外一种真正的肥卡条款 就是说以上的三种资产 那么如果说是个人的部分 还没有结婚的人士 你在一年 就是每一年 12月31号结束的那天 你的余额在五万块钱以上的话呢 就要申报 或者是虽然没有到五万块钱 但是呢 你在一年当中啊 就是一年之内 有任何一天 超过了十万 七万五千块钱的话 也要申报 那么这个申报的 这个怎么来报 我们都会再给各位来讲解 那如果说是married couple 是在合并报税的话呢 这个数字就会double 就会double 那么另外如果说你是 长期住在美国境外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说一年之间 有超过三百三十天 三百三十天 长期居住在美国境外的话呢 那这个数字会提高很多的啊 那么详细的数字 我们这边在讲的 因为会非常confuse各位 反正总归一句话 如果说各位 你本身是美国利卡 或美国这个公民人士啊 你在美国境外啊 有这个现金储蓄 或者是人寿保险 或者是股票的话呢 超过了以上介绍的这些金额的话呢 基本上要在每年啊 美国四月十五号 报税季节之前要来申报这个海外资产 那至于说啊 没有申报的话 或者是要什么处罚 或者想要申报的话 如何来申报 都欢迎各位跟我联络 我的电话408-799-9588 408-799-9588 或透过我的LINE 或者是WeChat啊 我的ID啊 都显示出来 在我的这个墙壁上面 跟我来联络啊 我是美国加州的同胞律师 如果各位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 欢迎我来联络 多多指教 谢谢各位 Thank you 拜拜 拜拜